那么目前全国除了青海 新疆西藏之外呢 均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养老已经成为了全社会 需要共同面对又期待解决的大问题 在我国的传统当中呢 居家养老一直是养老的主要方式 那么作为我国最早进入到 老龄化的城市之一 北京的居家养老服务方面 进行了很有益的探索 而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呢 也发现了种种问题 马师傅是北京市西城区 石刹海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每天从上午十点半开始 他就忙着给自己的客户 按需求配餐 然后送餐上门 马师傅 那咱们现在去送餐这老人 他是什么情况 他名字叫汤淑英 今年94岁了 身体挺好的 他在咱们这订餐有多长时间 两年多了 两年多了 马师傅的客户全部是社区内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针对这部分人口中 部分老人存在就餐难问题 而开设的老年餐桌项目 在石刹海街道已经开展近三年 石刹海街道的这项老年餐桌项目 已经被纳入到北京市今年起开始推广的 9064养老服务模式中 随着上至几九十年代 北京市进入人口老龄化城市的行列 截至2008年底 北京市户籍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18万 占到了总人口的17.7% 推广9064养老服务模式就是要在2020年之前 使90%的老年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 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服务养老 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 在这一新型模式的推动下 一些卓有成效的居家养老服务措施得以进一步的推广 如海淀区洋房店街道推行的菜单式居家养老服务 老年人在家中即可点选 包括送餐家政医疗保健等社区服务 西城区月潭街道推行的无围墙进老院拖老服务 扩大老年服务对象等 但是这种服务模式推出后 却始终缺乏有效的政策保障 公共服务职能也好 我们各种配套的措施的建设也好 现在还没有完全跟进 那么老年人的需求随着群体的扩大 社会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增加 解决不好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今后会拖累整个经济社会的整体的发展 北京在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方面所面临的情况 有一个问题在全国都有普遍性 那就是由于没有统一的制度 每个地方的居家养老的服务水平 服务内容参差不齐 好了